在这个图片的右下角我想显示一个表示视频时长的一个小标签 打开页面的视图 我们可以改造一下这个image组件 给它添加一个关闭标签 然后在它里面我们可以包装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labely 里面绑定输出一个item的duration 下面再去添加一点样式 在styles的下面打开这个card.wxss 添加一个card下面的image 去把position设置成relative 然后让card下面的label去基于这个image去绝对定位 把它的position设置成absolute bottom是8像素 right是8像素 font size字号是24rpx padding添加着那边距上下是4rpx 左右是8rpx background去设置一下它的背景 用RGBA来表示颜色是黑色 不同明度是0.85 再用color去设置一下这个文字的颜色 同样是用RGBA颜色是白色 不透明度是0.9 最后呢我们可以再来一点圆角效果 大小呢是两个像素 这家居是有很像素 中国的颜色 让我介绍你 我们就来个对视频 中文字幕 微有重要的